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家裏還有沒有用固網電話呢 我在五六年前已經把固網電話DQ了 接著轉用了這個 這個看上去好像固網電話那樣 但其實它是中國移動 為了大陸一些偏遠地方 鋪不到固網生產的產品 這部機打開後蓋 這個電池其實是插SIM卡的 這部電話作為家居的後備電話其實是不錯的 而且價錢十分便宜 當時買是100元以下 但用了五六年 電池又老化了 要換電池其實都要幾十元 所以今天我決定將這部電話DQ 今次我決定轉用這個 看看包裝裏面有什麼 充電器 掛繩 電池 和這部電話 好 安裝好的SIM卡 安裝電池 打開電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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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用這些電話 我都是用儲值卡 在鴨寮街買最便宜的 20元一張 大約一兩千分鐘 可以用到半年 半年之後再充它50元 又可以續期半年 我們現在試一下電話 6 7 9 7 2 8 9 5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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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打機或者看片的同時 突然間有一個無厘頭的推銷電話打過來 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你事先把智能電話飛到後備電話 絕對不會有影響 另外還有一件事 如果家裏有老人家的話 他們的耳朵不好 智能電話一般的響聲是比較小的 老人家未必聽得到 另外智能電話的續航能力 一般都是比較低的 可能一天兩充 甚至有些三充都有 而這些電話的續航能力十分之高 Standby可以去到二三十天 不用每天充電 亦不怕它沒有電 多過後備的電話 何樂而不為 價錢五十元左右 你說值不值得呢 我們好多的遊戲 個家族 先下兩充電 我們好多的 我們好多的 我們好多的